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我国呼吸道疫情持续飙升 其中新冠肺炎中重症 上周新增了515例 训创5个月来的新高 还有一名40多岁的男子 确诊新冠肺炎不幸病逝 疾管署就预估了 在1月28号到2月3号 新冠还有流感疫情 就会在同一周一起达到最高峰 而目前流感疫情也持续地拉警报 上周就有超过了12.3万人次 类流感就医 创下了10年同期的新高 莫者施冷天气到医院排队 Novavax开打第一天 医院预约大爆满 眼看疫情飙升赶快补上一剂疫苗 五国上周新冠中症一口气增加515例 较前一周上升43% 创下5个月来新高 48例死亡个案中 还有一名40多岁男子 从未打过新冠疫苗 也因确诊病逝 他当医院院长市井 在医院看到的绝对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轻 台大医师李正哲也透露 他这两周要帮口腔癌病人开刀前 就验出两名阳性病患 直呼阳性率高得吓人 而类流感疫情同样拉警报 但周破12.3万人次就诊 创下10年来新高 以线病毒占比最多第二名的流感也紧追在后 在1月28号到2月3号 但如果民众要参加造势晚会 选前之夜还是建议把口罩戴好 记者未挺于林雨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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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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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